哈喽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最近的空瓶剂 首先第一个要讲的是这个日本家宝的一个洗脸的产品 之前我去香港的时候买的 然后我为什么要买它呢 是因为我在女人我最大上面看到有人推荐 这是一个超级超级无敌少女心的一个产品 大家看到它的这个出口醋是这样子有纹路的 然后呢你挤出来的时候呢 它就会挤出像是花瓣形状的一朵花出来 就很漂亮很少女心满满的 然后我买的这一个呢是一个限量版 就一般挤出来的是白色的泡沫状 但是这个挤出来呢是粉红色泡沫状 用的时候就是觉得哇好舒服哦 就有那种高级感 然后又有点少女心的那种感觉 觉得有点小确幸的感觉 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个产品呢 有点洗的不是那么的干净 尤其是我是T字位是油皮 我觉得它去油的能力没那么的强 所以对于我呢我应该不会回购了 但是干皮的妹子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你用它的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就是小公主 接下来呢是一个达粉家的这个粉水 这个粉水呢我是在法国旅游的时候买的 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其实没有那么的高 它就是满一般的使用感 然后呢这个香精味呢 我觉得有点刺鼻 有点用料太多 所以这个呢我应该也不会回购了 接下来呢是这个 Skin Advanced 是一个日本的牌子 呃我之前回国的时候在屈城市买的 是贵姐推荐的 然后价钱我记得还不是很便宜 然后它的中文名好像是叫这个 白金水月姬什么的 呃我觉得它的使用感也是比较一般的 尤其是以它的价钱来说 我就觉得这个可以不用考虑了 对于呃在寻找一个好用的护肤水的话 而且第二个我要吐槽的点 就是它的这个瓶身是超级无敌重的玻璃 很有分量 我从那个国内扛回来 真是浪费了我很多那个体力 所以这个我还觉得哦 不好用还蛮失望的 接下来呢是我超级喜欢的 日本的这个LABOLABO的这个毛屑 收缩水 嗯 第一呢它的味道我很喜欢 它是有点柑橘那个薄荷味的那种 嗯味道 就很清新很fresh的那种味道 然后呢你用的时候呢 虽然说它叫毛毛屑收缩水 我不觉得它有很强的收缩毛孔的作用 但是呢我每次洗完澡用它的时候呢 就是我喜欢用化妆棉来上这些水嘛 就上了脸之后觉得哇整个脸就是细胞好像有开始吸水的感觉 就有一些化妆水你会觉得嗯怎么用了之后好像浮在表面 嗯好像进不到皮肤里层的感觉 但是这个水让我使用的时候我就觉得用完之后脸就很湿温很舒服 然后它是真的渗透进你的皮肤里的 所以这个呢我也是很推荐也是我很喜爱的一个产品 嗯 再接下来呢也是一个算是水水的一个嗯 产品吧 但是它这个是一个喷雾 嗯这个牌子呢我就不读了 因为我可能分分钟会读错 嗯超级简单的一个嗯包装 记得他们家的这个牌子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算是treatment的一个嗯 小瓶东西是可以对豆豆鸡很有好就好像据说你点了一下第二天呢它就会扁掉就是那个豆豆 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现在已经过了那个豆豆鸡的年龄了 那个我真的不太需要 所以我就一直很想试试它家的东西 我就看到有这个呃喷脸的我就入了 然后它的味道呢是lavenda的味道 味道我倒是蛮喜欢因为蛮疗愈的 但是我不得不吐槽呢 它真的感觉就是可能花水对了一般的蒸流水或什么 就喷到脸上不觉得很湿润 也没有很舒服的感觉 就简直就好像就洗了脸的感觉 然后嗯这个我就超失望的也不推荐大家 接下来呢是一个嗯 精华Locitane家的这一个新出的精华 哦不得不说它颜值真是很高 就这种紫色然后渐变下来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很高级很漂亮 呃有点那种怎么说女人的那种柔美的感觉 呃我买它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它的颜值真的很漂亮 但是我不得不吐槽我觉得它没有什么用哎 它里面是有这种小的颗粒呃应该是除菊什么什么精华吧呃我觉得它不够呃有效果 然后上脸之后的感觉也没有那么的厉害就是有些精华你用的时候你上脸就觉得它好像有进到皮肤内部或者是被吸收 它的感觉就是很一般我会觉得有点浮在表面 然后我的皮肤好像吃不太进去的感觉 所以这个我我是不太推荐了呃但是如果大家在寻找一个就是你比较年轻然后肌肤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这一个吧 因为它的呃我觉得它的那种就是那种treatment的那种作用应该是很basic的那种可能我的肌肤有一点呃不够它就是它的那个能力有点不够这样子 所以这个我会不太推荐给比较成熟的肌肤但是如果你比如十几二十岁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呃我不觉得好用但是不代表它真的不好用因为它里面的成分什么的还是不错的据说 接下来呢是嗯clinic家的这一个呃一个叫什么lift serum就是应该是有提拉效果的一个 serum呃一个精华 其实我也看不太出什么效果我也觉得它使用感很一般然后效果也不太明显这个我觉得也不太好用 所以不会回扣啦接下来呢是小黑皮蓝蔻蔻加的我真的不明白作为他家的明星产品 为什么在我身上就感觉不到呃好用的那种感觉呢呃我会觉得相对于他来说他也是有点浮于皮肤表面的感觉 我的皮肤吃不进去我会觉得小红腰就是shadow的那个小红腰更好用 它们的效果也差不多就是也可以作为基底精华来用也可以拿来做精华来用 但是我会觉得小红腰比它更能更能够渗透入皮肤里面 它就有点浮于表面的感觉所以这个我也不喜欢 接下来是我要推荐的一个 serum是lame家的这一个lifting serum 虽然说我没有感觉到太明显的提拉效果 因为毕竟这么一小支嘛你真是期望他很有超级无敌的那种呃 lift效果那也是太神奇了吧 但是我不得不说他的使用感是很舒服的上脸之后很快吸收很容易推开 然后我会觉得他真的进到皮肤里面 所以这个会考虑等我以后经济比较宽裕的时候会很想入他的家的症状了 next是lame家的明星产品他家的脸霜我从来买的呢都是他家的soft cream 那他们呃是有三个不同的呃面霜有cream soft cream呃还有一个好像是lotion还是什么就是更稀一点的 那cream呢你是要乳化的我这么懒的人怎么会买cream呢 soft cream呢就是你可以直接涂的 然后另外一个最后最怎么说最稀的那种呢是应该比给超级大油皮来用的 但我觉得我就是combination就是怎么说呃中和性的就是有些位置比较油有些位置比较干的话 soft cream来的呃会更适合一点 然后他们的味道呢大家也知道也是超好闻的我超级喜欢他家的味道 嗯 然后也很容易吸收很容易推开我觉得他除了价钱贵之外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呃缺点 再接下来呢是eatcosmetic家的这一个cream coverdance in a cream anti-aging 我觉得他超级无敌好用的尤其是夏天 oh sorry 尤其是秋冬的时候他的滋用滋润感很好 呃我很喜欢而且价钱也不是说太贵 这个我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试一下的 如果没记错的话呢这个我以前也推荐过 我觉得作为一个性价比这么高的东西值得大家去试用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是两个眼霜 la parry家的眼霜还有啊 这个是eastern eastern lauder家的眼霜 两个相对来说我更喜欢la parry啦 因为他价钱也贵 然后他使用感真的是比较好 真的是相对来说更容易吸收一点啦 我觉得呃我是一个不是对眼霜特别有追求的人 但是我都一般来说是以他的使用感呃上脸的呃感觉来评论眼霜的 我会觉得la parry更好一点 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那么多钱 其实下面这个也可以考虑了是一个呃 呃夜间的修复眼霜呃 呃 其实我眼部的问题不太大 所以其实我不是一个超级无敌追求眼霜效果的人 嗯 很多人说眼霜就是用来呃防范于未然了 我觉得这也是可以考虑的 就是当你没有问题的时候大家可以预防一下嘛 对不对